大家好,我是法德章 我的野生不专业旅行Vlog又来了 这次去的是武汉 在武汉整整待了10天 然后节目就不设充电的付费制品了 因为一设充电看的人就很少 比起赚的一些钱 我更想让更多人看到 毕竟费劲巴拉拍了 偶尔做一期知识最top 我在设置付费 挣点钱 Vlog以后就做什么免费节目了 这次我们是2号去的 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个是陪家人玩几天 带着老婆孩子还有爸妈去 再就是去薅嘉宾录节目 录我的唠嗑播客节目 这期找的是恶斗 然后12号那天我已经剪完了 发出来了 仍然是三个多小时 盘了一下不尽如人意的国庆党 骂了骂七四九局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不对应该是听 现在去到一个城市 然后薅同行或者朋友 唠嗑 竟是我出去的很大的动力 出着这一趟 录的唠嗑节目 然后订阅费 基本就cover掉我的旅行费用了 你看这个模式也挺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去看武汉网球公开赛 WTA1000级别 这个是除了四大满贯之外 级别最高的女子赛事 WTA1000 这个1000就是说 冠军可以拿到1000的积分 所以参加选手的水准都比较高 目前世界排名前十的女选手 只有三个人没来 其他七个人都来了 包括现在大红大火的郑金文 我们的新科奥运冠军 他可带动了巨大的市场 有他就是票房保证 两年前我爱上了网球 但网球真的是很难练 打了快两年了吧 技术是一坨 网球真的是太难了 但是也非常有趣 是一个可以琢磨一辈子的兴趣 除了自己打之外 还到处去可以看球赛 这个网球迷比足球迷快了多了 一年都有球赛看 9月底到10月底吧 是所谓的中国赛季 因为有很多战赛事 这次因为要去武汉玩 所以正好就选了武汉公开赛 同时打的还有上海大师赛 去年我去了上海大师赛 所以明年准备去趟中网 中网我还没去过 中网是男女合赛 大师赛是男子的 然后武汉是女子的 网球真是太美好了 再加上最近男子女子的成绩都不错 出了那么几个明星人物 什么张志珍啊 吴一炳啊 不赢巧克特 包括女子的郑清文 袁月啊 还有王新宇 虽然你看绝对成绩 还没有超过李娜 因为李娜毕竟拿了两次大满贯嘛 但是这个市场 现在非常蓬勃 你从上座绿就能看出来 中网那个上座绿 哇靠 创了历史最佳 武汉再次也不差 因为有郑清文嘛 郑清文也是湖北人 两个湖北女人 撑起了中国女子网球的半边天 好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啊 主要分两部分 一个就是在武汉去一些景点啊 或者一些地方走的一些建文吧 包括一些出名的达卡地 博物馆啊 江边啊 东湖啊 武大啊 什么都去了 然后后半部分讲讲网球 而且我还去看了一场斯诺克 正好武汉有斯诺克比赛 还看到了丁俊辉 我现在出去旅行的这个原则呢 就是走哪算哪 事先也没有做太多功课 但是前几天和家里玩的时候 我媳妇做了很多功课 我就跟着他 他让我去哪 我就去哪 就我自己旅行啊 就是没有什么计划 最多今天吧 明天要去哪想好 没有遗憾 只有精力 碰到啥算啥 再一会大家不要说啊 你没有去这很可惜 没有去那很可惜 嗨 我没去的地方和海拉去了 大武汉这么大 大部分我都没去 只是说说观感 随便闲聊啊 毕竟对 第一天到了 我们去的是黄鹤楼 其实算是江边的一个大公园吧 这个黄鹤楼啊 可厉害了 他从三国时候就修建了 最初可能是一个军事作用 撩网塔之类的东西 后来毁了箭 箭了毁 就说不清重建了多少次 他毕竟是个木头的 他不可能说这个原址还留下来 不太可能啊 现在你看到这个楼是1985年 参考清朝的同志楼样式修建 古人眼中的黄鹤楼是什么样 已经不知道了 然后学者考证 他原来的原址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靠近长江一桥的一个位置 他进去主要是看这个楼 但是10月2号去的 哇 人太多了 国庆节啊 楼子上不去 就排在那个队排到那个公园门口了 所以我们就没上去 远远的看了一看 我们站在底下往上一看还是很宏伟的 就千年以前的人看到这个楼 这就是古人眼中的巨物 不像现代人 可能几百米的楼都见过 但古人没见过 就觉得巨宏伟 然后激发了很多诗情画意 就黄后楼它重要的地方 不在于它这个楼本身 而是它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鱼码 一个密码 我查了一下 这个关于它的诗词歌文不下几百首 最出名的就是唐代崔浩的那首《黄鹤楼》 是一首《七岩绿诗》 非常好听 很有音乐性 去年那个《长安三万里》的那个小高潮 不就是看到黄后楼烧掉了那个场景吗 所以提到黄后楼 就有一种文人的相愁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楼是不是在原址上 它长得是不是古人看到那个样子 其实反而不重要了 它是一种中国文化上共同的文化鱼码 看完黄后楼吃了个饭 晚上去夜游了一下长江 就在 我忘了在哪一个码头了 好像一个人一百块钱 一百出头 就是一个游船 我说人巨多 旁边的夜景是挺好看的 然后做了一些灯光亮化 但是你也不要想有什么太好的享受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船舱甲板上都是疯跑乱玩的孩子 什么烟波浩渺夜冷江 那只是属于古人的清静 现在没有了 特别是十一这种大档期 坐在这都很难抢斗 然后第二天我们去了一趟东湖 算是东湖的一个分景点 东湖磨山 我朋友跟我说 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室内湖泊 说比西湖还要大 大两三倍吧 真的是巨大 所以它分成了好多个禁区 来这主要是为了孩子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户外游乐场 这边有很多项目 我的两个娃去玩了那个 应该是穿越丛林吧之类的一个什么项目 穿着那种吊锁 在树之间来回蹦的 让他哥哥带着小妹妹 挺好 我女儿虽然七岁 但是一路走下来了 也虽然害怕 但是打了哆嗦也走下来了 挺好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摩天轮 叫东湖之眼吧 然后大约上到了几十米高吧 拍了一下东湖的全景 应该不能叫全景 应该是一部分的景 你别说天际线某些地方还挺像青岛 从青岛海上往海湾看的那个样子 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的 你别说青岛 我想了想真没有这么大的这种 可以溜娃的场地 武汉人民挺有福的 不知道去哪了就可以来东湖 孩子在里边真正能疯玩一两天没问题 我们都要走了 我女儿还要在那玩 结果我媳妇带她又玩了两个小时 所以说武汉的交通 这个武汉真的是大 我看了一下她面积是不是比上海还要大 就她的行政区化 她也许说是个城市 不如说是个城市群 汉口 汉阳 武昌 我们一开始住在武昌 偏东部一点的地方 从打车去汉口得几十分钟 武汉这个交通 我在这几天就没有不赌的时候 可能人太多 你会感觉好像对方很混乱 然后我在微博上还吐槽了一句 引来了很多武汉同学的共鸣 本来我还想去打一下那个萝卜快跑 但是打不到 我去的地方很多都不是运营的区域 所以打了好几天 不是说上车的地方不行 就是下车的地方不行 最后也没打着 然后我发现这个武昌和汉口的这些司机 就互相都很不熟 觉得好像都是另外一个城市的人 有一次我们打车 然后就在武昌 结果上了是一个汉口司机 这大哥路特别不熟 看了导航就走错了两三次 我跟我里路走了半小时 路上还得问我是不是往这走 然后他说他是汉口的 不怎么来武昌 觉得武汉的司机和行人 都非常有江湖气 就特别容易怒怒的感觉 打了好几次车都是 就司机和路人开始互喷 要不就骑电动车了 这个电动车的逆行 在武昌确实挺普遍的 我还受了一次小嗨 然后一个学生 应该是个大学生 小女孩骑着一车逆行 把我的手机挂碎了 屏幕摔碎了 我还没好意思跟他battle 就让他走了 武汉人民对这种场景比较淡定 就还有一种车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那个是一个板车 那个人坐在这个板车的最前面 然后他后边拉了一堆的货物 就我看到了很多次 特别是在江边上 这太猛了 这个如果出了什么事 就是首当其中 就是他前面 就是肉包铁 就是太危险了 我问了一下 我老武汉的朋友 我以前研究生的同学 是武汉人 这次和他吃了个饭 我问了一下 就每个城市 特别是以前 都有传统的比试链 比如说青岛就是 青岛就是试南的 看不起试北的 试北的看不起李仓的 就都有一个比试链 他说武汉肯定也有 就是老汉口人 会认为自己是重宗的武汉人 然后再往下排 就是武昌 因为当时武昌 可能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然后就是汉养 但这种所谓的比试链 现在年轻人 应该基本没有了 现在武昌 好像应该更发达一些 以前汉口发达 是因为他那边 民国的时候是租界 一般租界都会相对比较发达一点 好 然后我们就去了武汉大学 同样的也是全是人 门口排队都要排很长的队 听说之前是刷身份证进 但可能人太多了 他把那个闸口给关了 就随便进了 就不用刷了 反正全是人 就是听说樱花季的时候 人更多 这里边有五大的学生 估计已经习惯了 都麻了 这种浏览 应该就是最好的招生广告 不用特意说我多么多好 就是大家都趋之若鹜 我和大学确实有历史 它的前身是1893年 张之栋创办的自强学堂 也是一百多年了 所以这个学校 最重要的不是说有多少楼 多少钱或怎么样的 它最重要的是声誉 声誉怎么来的呢 是历史积淀 历史的东西不是花钱就有的 它就是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你得一分一秒熬出来的 武大现在最有名的校友 应该就是雷军了吧 雷不思 他是不是还给武大捐了个楼啊 就是恨不得给立个像那种 他应该算是平民出身家庭的孩子 奋斗的天花板了 武大确实很漂亮 然后去了他那个老的那个图书馆 这些建筑应该就是当时的建筑 可能最后修缮了一下 但是原型还在 当年抗战的时候 武汉大轰炸应该是没炸的 武大确实漂亮 他这个山叫洛家山 然后郁郁葱葱的 旁边是学生宿舍 哎呀我靠 在这让我憧憬了一下学生时代 当学生真好啊 然后他那个大操场上全坐的是游客 武大应该是985啊 我还跟我儿子说 我说以后你努力努力考武大 他说他不想来 因为武汉太热了 我说你这话说的好像你能考上似的 本来接下来的行程是湖北博物馆 但是湖北博物馆的这个票实在是太难约了 我们全家出动啊 两三天就是没拿下啊 他是用那个美团代理的 结果哇靠真的是抢不到啊 我真的尽力了 在青岛的时候就开始抢 还是没想着 最后找了个平替 去了武汉博物馆 武汉博物馆没什么人 这里确实比较接地气啊 大厅里就摆上摊了 全是那种卖文创的小市集 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些武汉的考古成果 就是讲武汉这个城市周边啊 挖出来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展台说的是90年代 挖那个中山剑 这段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中山剑事件的那个中山剑 确实好东西都在湖北博物馆 湖北博物馆 我家人走了之后 十一之后就好约了 当天约都能约得上 一会儿我再讲啊 然后离得很近的就是武汉美术馆 我去看了一下有一个特展 大多数一些装置艺术 就跟七九八差不多 七行怪状的 大多数你一眼也看不懂 它表达什么 我都喜欢是它这个屋顶的设计 它是从下面往上一层一层的 跟一个田笼一样 跟那种梯田的一样的一个装置 然后下面是种的树 然后上面是种的草 然后绿色 逐渐逐渐变黄 然后到了上面 就是一片白茫茫 也是一个铝质的吧 一个金属的 特别刺眼的一个 这个整体的顶部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者 是不是有种什么隐喻啊 就是人类精神的荒芜之类的 我猜啊 我不知道 没查 我也不想知道 就我看的感觉就是 层层向上 就是生机逐渐变成一片荒芜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 旅行战斗力不是很强的 逛了三天之后 大家都特别疲惫啊 我妈哪也不想去了 就想待在酒店里 她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然后后面一天就在家歇着了 看看江景 我们租这个酒店还挺好的 对面就是黄鹤楼 而且还不贵啊 这个标签一天就不到500块钱 还真挺好的 这个江景人很不错 然后6号他们就走了 下面就是我自己玩了 然后把国庆党的几部电影 补着看了 因为过两天要聊嘛 然后我们8号录的音 录完音就奔网球场了 但是网球的部分 我放在后面一起说吧 然后9号我去了一趟湖北博物馆 这个就非常非常好约了 今天一天就行 这里面确实有好东西啊 最顶的肯定就是增侯乙木 分了好几个展厅嘛 这有一半应该都是增侯乙木出土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增侯乙木 增就是增国 战国后期的一个诸侯国 侯就是说它是一个诸侯 侯爵即的 乙是它的名字 这个增国在我们现有的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 所以挖出来之后大家都奇怪 这个增国是哪儿 就这个地方史书上记载叫隋国 所以学者就争论了好久啊 这个增国到底是哪来的 然后考证来考证去 然后说大概率啊 说增国就是隋国 隋可能是它的一个大都城 就是用都城的名字 指代这个国家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魏惠网 它又叫梁惠网 因为它的国都在大梁 但这个事也不是百分百啊 大概率这个增国就是隋国 由此就可以衍生出来 也许史书上没记载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没挖出来呢 还 再挖出来一个墓葬 又是另外一个国家 可能史书上没有记载 因为史书非常的减省 特别是秦汉之初 秦始皇不是烧了一次吗 烧了一次书 那次烧的书 大部分都是各国的国史 就是损失了很多 就是很多历史 都是掩没在历史长河里边 我们都不可见了 除非你再挖出来什么新东西 说不定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国家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增侯以墓 最大的展品 自然是增侯以编钟 大家在教科书上应该看过 这也是湖北博物馆的头号镇馆之宝 在这看图片跟你站在他面前完全不同 一个大玻璃罩子罩着 这个钟架长大约七米半 高是两米六 全套编钟一共六十五件 然后十二个半音 等于说可以演奏任何一个地儿 五个半八度 音域非常广 而且十二音律以前认为是西方传来的 我们这儿更流行的可能是五声 功伤觉知语 但这个编钟是十二音律齐备的 就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推导出了十二音律 站在他面前 我真的有种想哭的感觉 真的不夸张 那个气场扑面而来 在两千多年前 就我们已经能造出这么精致的青铜乐器 我查了查 这是世界上现在发现的最庞大的乐器 我举着摄像机围着他转了一圈 我朋友跟我说 如果你是十一之间来的话 你根本看不见他 就只能看那个底儿 全是人 就是你不用懂他是怎么铸造的 他的制式是什么样 他有什么工艺 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你就站在那儿 你就体毛感受出他的气势 真的是太美了 如果你想听一听 就是他敲出来什么样 侯卫博物馆的应该是地下一层吧 有一个演奏厅 里边有一个编钟的表演 当然肯定不是原件 说这个钟出土之后 一共就奏响了三次 这个玩意太珍贵了 不能随便敲 估计演奏的人都打哆嗦 下面那个肯定是复制品 演奏了几首歌 有什么东方红还有 票价50块钱 还是值得去听一听的 除了编钟 旁边还有一个庆 庆的组合 就是先琴的时候 认为音乐是礼的一部分 而且是礼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政治的道具 可不是现在 我们出过什么流行乐专辑 卖的 不是这样 它的和谐 它的庄重 很多祭祀 葬礼 庆典 都要用音乐来正常的 所以礼乐 礼乐 合起来说的 好 下面就要说 什么叫礼崩乐坏了 来看这个东西 叫九鼎八鬼 因为曾国所在的时期 是战国的后期了 这个东西出土于一个诸侯的墓 这本身就说明了礼崩乐坏 这个九鼎是周天子的规格 他敢用九个 这本身就是剑月 但那时候也不管了 剑月的事多了 不差这一件 最后一幕里还有很多 青铜器都是特别大的那种青铜器 大多都是酒器 都是存酒的 这个古代的贵族很喜欢喝酒 那大家看底下这个装酒器的这个托盘 这个托盘叫静 这个东西就叫静 古人已经认识出来了 就是喝酒啊 容易误事 把它命名为静 作为一个自我的规券 上书里就有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嘛 叫酒告 我当时做了一期禁酒令的专题 我还专门提过这个事 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 宗侯以尊盘 你远看感觉它是个整体 但你近看啊 哇它极为复杂 就上面的一个纹饰啊 都是组结起来一个一个的小布箭 一个一个的龙纹 几百个零件组装 然后靠近了看一对密集恐惧症啊 就当时我们已经能做出这么精细的这种东西了 这可以说都是标准件吧 它肯定有个模具 这有点现代这种工业的模具的感觉了 要不然它做不出来的这东西了 这个增红影幕里很多啊 我就挑几个比较重点的讲 下面就是另一件镇馆之宝 越王勾剑剑 这不是宗侯以木出土的 是1965年 荆州市挖水渠的时候发现的 大家都知道勾剑是越王 卧薪尝胆 这个成语就是它创造的 怎么会出现在 给楚国的一个墓葬里呢 学着考证啊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战利品 给楚国跟越国不打过架吗 要不就是架着 否则说不通 怎么会在这 这个剑其实不长 只有50多厘米 是一个短剑 是勾剑随身的配剑 剑身上写着八个字 八个撰文 叫越王纠浅自作用剑 这个纠浅啊 可能就是勾剑 可能是吴越那边的方言 这个剑 2000多年了 它没生锈 一个是它是西桶所制 就不太容易生锈 另外它出土的时候 是套的一个剑套 而且那个木 它的封闭条件比较好 可能隔绝了空气啊 所以就没生锈 就非常完整 绝对是国宝级的啊 当年吴越地区的 这个驻剑水平 就是非常高的 这个剑上面 你仔细看 上面有那种暗格的花纹 配有绿松石 非常的漂亮 这个剑出土的时候 就特别锋利 就剑锋一点没有损伤 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但1994年去新加坡展览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有个工作人员操作不当 剑刃上 划出了一道伤痕 大约有个长7毫米宽 还有1毫米的伤痕 那没办法 只能自然倒霉了 现在这个东西 是在禁止出国展览名录上的 就是禁止出国展览 你要看 就只能来我们这看 好下面那个展厅呢 是梁庄王墓 他是名人宗朱高赤的第九个儿子 就是个王爷 就被封到了金楚地区 他这个墓里 和刚才看到那两个展厅 完全不一样 就是金碧辉煌 好多金子 就全是金灿灿的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就是连环大手镯 好多人排的队 在这拍照 隔空好像戴上了一样 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挺好的 你拿不回家 可以拍一拍 假装自己戴上了 这个人类啊 对金子的渴望 是全世界性的 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展 是楚国八百年 就讲了楚国 从立国到被秦灭亡 分时段的一些展品 就你看楚国的东西啊 就和中原的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混杂的一个状态 就是又华夏又蛮夷 当年楚国人跟中原诸国 打嘴仗的时候 自称蛮夷 就是那意思就是 我是流氓 我怕谁 爱咋咋地 就是它的东西啊 就比较诡异 南方比较流行 乌鬼文化 它的一些器件的一些造型 都非常有想象力 特别会阻截 就是什么鹿的头 鹤的身子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叫虎座鸟架鼓 这可以说是战国时候的架子鼓 它是个漆器 我奇怪啊 这什么漆子 质量这么好啊 现在两千多年了都没掉齐了 也是个很大的乐器 上面是两个鸟 下面是两个被迫营业的老虎 中心完全对称 还看到一个折叠床 我想这个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有折叠床了 它真的可以折起来的 这么高级 这个我没想到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 锅垫出土的雏简老子 它跟现在的通行本比较有差别 它有一些章节是没有的 学者猜测呢 可能是官方选定的读本 把一些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篇章给删掉了 就我对于什么出土的竹简 特别挺感兴趣的 本来特别想看一下税虎地勤简 但是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没有展出 各种汉墓 仙秦墓里 挖出来这些简读 其实特别有史学价值 很可能出土了一个墓 就会推翻以前的很多通行的史学主张 咱说史记嘛 其实史记里有非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数不胜数啊 学者很多时候只能靠猜 这些墓葬的简读呢 连司马迁可能都没见过 是最最一手的历史资料 非常有价值啊 之前我去西安聊那个秦始皇墓的时候 我就说嘛 我对里边那些奇珍异宝 其实没什么兴趣 可能颠覆我们认识的是里边的资料文本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之前浅墓先生写过一本《庄老通辩》 他认为《老子道德经》 是比《庄子》那篇还有晚的一部书 但是后面挖出来一个墓葬 里边清晰的证明 《老子》是比《庄子》那篇要早的 你看他无论他推论的多么的严密 他的论证多么的让人信 但是地下挖出来的东西为准 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史学的认识 其实都是推论 地里挖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一手资料 所以很可惜啊 没有看到睡虎地勤俭 他上面讲了很多秦朝的典章制度 特别是法制啊 刑法之类的这种东西 官制非常有价值 湖北博物馆大约逛了有三四个小时吧 东西很多啊 你要是每个展品都看两三天打不住 这种省级的博物馆一般好东西都非常多 三四个小时走了得有大几千步了 我出来之后去汉口的黎黄皮路转了一下 这里算是个商业区吧 以前是汉口的俄租界 所以旁边有不少这种民国时候的建筑 其中有个楼我印象很深 用一个楼分出了两条街 这个有点像那个急速追杀里的大陆酒店 不过小一号 这里是很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好多人在这拍照 拍不上号 抢占路权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步行街 它经常有车来回走 所以特别混乱 就是看你脸皮厚不厚 能抢不着那个地方 我这个曹老爷们没有拍照的需求 所以就围观看一看 逛完了旁边就是长江 留点两步去江边看一看 之前看着夜景 要不就是坐车经过 没有靠那么近看过 最后聊一聊网球赛吧 来的主要目的之一 武汉WTA一千赛是在光谷网球中心 为什么武汉会有一个 比较高级别的女子赛事呢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城市争取的 或者可能跟李娜是不是有点关系 因为她是武汉人嘛 所以靠她的影响力 可能争取到了一站赛事 要知道每年只有十站 一千级的赛事 中国就占了两站 武汉和北京嘛 所以还是比较难得的 因为有赛事 所以旁边都封路了 车特别不好听 进去之后 它是一个大园区 然后会有一些常规来说 网球赛一般都会有一些 像类似于嘉年华的那种活动 上面有一些关于网球推广的东西 还有赞助商的一些展台 还有一些运动品牌 就像一个大集市一样 如果没有打过网球 可以来体验一下 它会有些发球机 包括一些小场地的迷你赛事 还有匹克球之类的 如果你没买到票 还可以在那个大屏幕面前看 视觉效果可能比在家里看电视好 旁边人也很多 气氛也够 然后主要是两个场馆 一个是中央球场 另外一个是一号球场 中央球场是有顶棚的 就是它的面积最大 一号球场次一级 但是没有顶棚 第一轮赛是 我买的是一号球场的票 一百块钱随便看 但下雨它没法开了 所以都移到了 自动升级成了中央球场 花一百块钱 坐在可能三百八的位置上 二层看台吧 这个球场应该是没有上海的 那个其中网球中心大 但是也不小了 那天人不多 我一共看了有数了数八场球 第一场是施耐德对菲尔南德斯 菲尔南德斯赢了 他以前是郑清文的苦主 以前郑清文没赢过他 但他赢了之后 碰到郑清文也输了 我们小郑自从奥运会之后 蜕变 战胜了一些之前打不过的对手 包括赢了一次斯瓦泰克 就很厉害 世界第一 第二场是中国选手袁岳 对布雷尔 袁岳今年打得也不错 这场球看得很爽 因为先输了一局 然后最后反转 二比一胜利 看得很开心 就明显感觉现场的观众 给他了很大的助力 在主场打球是不一样 当一个职业的网球运动员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全年当空中飞人 去各地比赛 自己料理 酒店 日程 还得训练 还有导时差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如果是排名前50的 可能是知名选手了 你可能有团队帮你 但像一些百名开外的选手 就一个人旅行 非常辛苦 所有人都对自己来 但同时他们也获得丰厚的回报 网球可以算是世界最成功的 竞技体育之一 可能仅次于足球 我看了一个资料 说好像比篮球还要普及 还要成功 它的一个特点是 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大 当然男子会更高一点 因为他的商业价值 或者转播的费用可能更高 但是相对来说 女子也不差 最顶级的球运动员 一年光比赛奖金 就可以拿到1000多万美金 再加上一些赞助商 或者品牌的推广 可能2000万都能赚得到 但其他的项目 女子明显是不如男子的 就这一点来说 网球是一个男女比较平权的运动 走在了男女平权的前端 看完圆岳这场球 出来已经是晚上了 光顾网球中心的夜景 还是挺漂亮的 我住的酒店离这不远 可能大约不到10公里 打车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 特意选了这个地方 但是他离视力就很远 然后第二天晚上 看的是王熙宇 本来以为是郑新闻出场 结果赛程改了 改成王熙宇了 我还特意买了最贵的960的票 就在前面VVIP 就靠得很近 但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网球赛 其实没必要买最贵的票 最贵的票虽然你靠得近 但是很多球你看不清楚 因为它是个鞋的 那球出没出见 你得靠懵 还不如是坐得往上一点 其实能全局看得更舒服一点 当然如果你想接近球员 比如说要签名 当然是最贵的票是最好的 因为那个区域只有最贵的票可以去 赛场之后 球员那个通道旁边 很多人围在那要签名 我这次是 哪个价钱我都买了 一共好像是五个档 从960到280 五个档 我的经验是 你要不就买次贵的票 要不就买次便宜的票 是性价比最高的 王熙宇这场比较遗憾 他最后输了 输给了罗斯选手 米拉安德利耶瓦 网球圈里的外号叫小米拉 他只有17岁 17岁的天才少女 不过他没有拿过大马冠 但是前途无量 他的所有的条件都非常的好 他的身形 技术 可能现在心里差了一点 但是把这个王熙宇给干掉了 没办法 确实实力有差距 散场球员退场的时候 组委会会拿一个手机给球员 让他拍一个自拍 我不小心出现在了背景板里 其实我不是去要签名 我就想拍一拍 他给别人签名的一些影像 结果把我的头给拍进去了 后面两天在酒店 干了两天音频 剪那个音频老科节目 所以没去球场 再去的时候 已经是四分之一了 下面这个日场看的就比较爽 连续的两场都有中国球员 第一场是王新宇对佩古拉 佩古拉是现在世界前十的绝对的高手 王新宇是现在中国女王颜值最高的选手 我们叫他王美丽 他确实长得比较乖巧 大家闺秀的感觉 但是就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 你性格不能太乖 要有一定的霸气 我们的王美丽就是缺了点霸气 但这场表现得很好 非受爆性失误控制得非常好 把自己特点发挥出来 最后竟然赢了 赢了佩古拉 这是他少数的几次赢世界前十 他现在排名应该是升到了30多位 我和拍了一个赛点 赢了之后他表情也不是特别激动感觉 我就应该疯狂的吼叫庆祝一下 结果他还是很那脸 一看就是个乖乖女的感觉 大家看这个视角 这个我做的票就是次贵的票 其实看着反而更舒服一点 看得更清楚 然后王新宇打完 就轮到我们的小郑郑清文登场了 他的对手就是之前没赢过的 费尔南德斯 苦主 大家看对面坐的人不多 因为这是个下午场 就是有太阳 所以好多人都躲了 其实上桌率还是可以的 好多人躲到我坐的看台的位置 这场小郑发挥的非常好 他和王新宇的性格就非常的不一样 他是那种湖北女性 就是性格比较重的那种 记得在中间有一次 费尔南德斯的教练还是爸爸 很大声的去说话 就有点影响到他 他就直接就开喷了 然后差点当场吵起来 我觉得就是竞技体育的顶级运动员 多少都有点脾气 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又是打了三局 我们小郑现在这个心理可以 现在打三局经常能逆转翻盘 就算第一局输了 然后后边两局赢了 心理的心脏强度成长很大 这一天的晚场也是一位大明星 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萨巴伦卡 他现在世界排名应该超过斯瓦泰克了 因为斯瓦泰克中国赛季没来 所以分数就落后了 萨巴伦卡真是 他比个男人还壮 中国球迷给他一个外号叫虎妞 确实比较虎 长得就很虎 但你看他场上很勇猛 但他场下像个小女孩一样 就特别可爱 对中国球迷特别喜欢他 他相当于半个主场 这项球是和普丁赛娃打 绝对是主场 主场待遇 普丁赛娃也很逗 他的外号叫大表姐 就是他经常能整活 不是摔拍子就是干嘛的 他这次又摔了 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摔拍子在网球场上 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 什么违背体育道德 不是啊 就是球员发泄情绪的 一个常规渠道 以前费德勒还摔过拍子 不过他年轻的时候 之后就摔得很少了 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很多球员确实控制不住 萨巴伦卡有个特点 他打球的时候叫声特别大 好像有个调查研究 就说人在发力的时候 喊出来会加成自己的力量 萨巴伦卡就嗓门特别大 每集一个球就那种 你想睡都睡不着 上一个叫这么大声了 还是沙拉波网 这场萨巴伦卡先输后赢 最后逆转了 状态戳得比较慢 他确实排名比普天赛要高很多 实力上也强很多 他是个力量型选手 所以对我们的小正是天客 一会我会说到 顺便说一下武汉的观众 我看网上很多这次骂武汉的观众 但其实据我在现场的感受 是有一些人不太守规矩 因为网球是一个比较需要安静的 一个竞技项目 在足球场上篮球场上随便 多大嗓门都没事 随时可以喊 但是网球确实不是 特别是发球的时候 球员需要专注 发球的那个人和揭发那个人 都需要专注 因为网球非常的快 这个速度动辄就是200公里 所以他需要极度的专注 所以发球的时候 如果一旦有大的声音 或者是有人在走动会影响球员 打的时候 你比如说一个球很惊喜 大家呼一声 这种惋惜一声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有一些时刻 确实有一些观众可能不太懂规矩 就咳嗽或者大声的说话也有 但是据我看不太多 国外的网球也是乱七八糟的 尤其是法国 法网 罗马大师赛 拉丁民族更不守规矩 赛场跟菜市场似的 我觉得不比武汉的观众强到哪去 所以也不用太苛责观众 网球在中国毕竟只是一个新兴项目 就没必要 弄得好像观众不懂规矩的说一声 好像就要拉出去凌迟一样 我觉得没必要 现场还可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接下来就是两场半决赛 这个票我是还没开赛的时候我就忙买了一张 还没开赛的时候就没有票了 只剩下三味八的票了 管他谁进半决赛呢 半决赛应该是高水平的 事实证明是对的 两位中国球员都进了半决赛 然后王新宇和张新闻买得太值了 第一场是萨巴伦卡对高夫 来的人不是很多 我一看 偷了个鸡 我就溜达进了一层看台 就那个门口的保安根本就没管我 我本来就是想进去拍一下调编嘉宾 聚网传很可能是纳吉来 所以我想近距离就拍一下 结果不是 然后我一看就有座位 我就坐下了 坐在那个媒体的座位上 就把第一场给看了 占了五网一个便宜 但看完这场人就多了 就没空座位了 所以我就回到了二层还是三层看台 那个380的座位 也挺好 能看见拳景 这场水平很高 我看的应该是水平最高的一场 攻防俱佳 看网球赛你最好是自己打网球 其实你才能知道他球员在想什么 就你明白他的思路 包括他的技术动作哪里不到位 其实你才能有那个意识 你要是不打网球 其实有时候有些门道看不清楚 这场就看得很精彩 第一局萨巴兰卡输的这个稀里哗啦 然后后边就逆转了 其实高福发挥的非常好 底线往前都很好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他发了21个双误 等于是送了21分天呢 就这种情况下 比分都是很接近 你想他发挥的多么好 他如果但凡双误能少一半 这场绝对就赢下来了 甚至没有打第三盘的必要 第二盘就赢了 就他最后都郁闷了 就不知道身上下了什么咒 发了21个双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赛季的新高 好 萨巴兰卡赢下比赛进入决赛 下一场半决赛就是小正对王新宇 中国金花得比 这场人太多了 拍个拳景看看这个上座率 基本是坐满了 坐无虚席 在下边我也不能再蹭座尾了 就上来了 刚才没等到娜姐 我以为这场他会出现挑边 结果又不是他 换成丁俊辉了 丁俊辉刚输了一场球 可能有时间了 就是来挑个边 就非常想见到娜姐 从实力排名 各方面的打法来说 肯定是小正 赵新闻占优势 身体更强壮 上悬球 力度 都比王新宇要好 王新宇打的也不差 他们俩青少年时代 应该一起训练过 就是他们俩年龄就差了一岁 但是进入了职业巡回赛之后 他们俩一场球都没打过 这是第一次交手 等于说是没有什么历史参考战绩 最终实力更强的 张新闻赢下了比赛 2比0 王新宇这次应该是 第一次打进1000赛的四强 今年也表现得非常好 现在 及时排名到了30多位了 希望王美丽继续加油 打的过程中 就是因为都是中国球员 其实没有什么倾向性 但是现场 你能明显感觉出来 郑新闻的粉丝更多 毕竟是他的家乡 最后两边都有点较劲的意思 我心说还不如就喊中国队加油得了 反正都是中国姑娘 这是我在武汉 看到最后一场球 决赛实在是没买的票 就是还没有开赛 决赛已经没有票 最便宜的票也没买 早知道小赵能杀进决赛 和萨巴伦卡速敌 就是他一次都没有赢过萨巴伦卡 等于说是一直翻不过去这座山 因为他们俩的打法比较接近 就越是接近的选手 这个力量更强 技术更全面的那个人 就是天克 之前他们俩打了三次还是四次 小赵不光是没赢 他一盘都没拿过 打不过 这次我是看的转播 大家都知道结果了 最终还是输了 但是第二盘赢了 就是拿了一盘 就说明是有比较大的进步了 希望下次见面 能把萨巴伦卡轮掉 这个是他需要翻越过去了一个坎 之前斯瓦泰克那个坎 他已经翻过去了 就有时候你赢过和没赢过 这个心理优势不一样 他虽然说的很有信心 但是他心理上还是有一些畏惧感的 成功是成功他娘 失败不是 很多时候你只有赢过 你才敢赢 好了往去这聊到这吧 13号我就回青岛了 因为好多羁押了好多工作 对还有一个 其实我在9号还是10号晚上 我去看了一场斯诺克 正好武汉有斯诺克锦标赛 正好那场有金金辉 斯诺克的票比网球票便宜 最贵的票680 我就买了一张 确实坐得很近 还是那个问题 坐得近了很多球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毒奶体质 我怎么一去小丁就输了呢 3比5处于韦克林 之前他已经赢了两场了 到这就输了 止步于1%决赛 我之前很喜欢打台球 但斯诺克不打 因为斯诺克太难了 就是打那种中八 金金辉会刚出道就开始看他打球 当时还叫小丁 现在不能叫小丁了 只能叫老丁了 很可惜还是输球了 不过几天后他去武网当挑白嘉宾了 又见了他一次 看来他心情也没有受太大影响 斯诺克比赛和网球也是一样的 就是每年有巨多的比赛 就是他不像奥运会四年一次 你行不行就这一回 网球和斯诺克都是有很多机会 输赢太正常了 你想一年你不可能保持 永远的上进发条的好状态 网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运动 有时候我状态差你赢了我 下一次我就赢回来 这太常见了 好了一聊网球 我这个话匣就打开了 因为网球实在是太美好 又好玩又好看 希望大家也变成网球迷吧 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 明年准备去个中网去北京 行这个武汉Vlog就在这 看又录了四十几分钟 本来想录个二十几分钟就算了 这会老毛病了 就这么着吧 下回看再去哪个地方 再拍点东西给大家烙一烙 好了拜拜